自从踏入娱乐圈之后的肖战 也收起了从前作为素人时的洒脱和骄傲 一步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25岁成为大龄爱豆 因为出于对音乐事业的喜爱 走过了默默无闻的几年 直到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魏无羡一脚 才让大众看见了这个男孩 肖战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度也会有害怕和不适应 因为他害怕这种关注度是转瞬即逝的 所以他更是言语律己 可却还是没有逃过那场有预谋的拳网黑 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指责 肖战也一度想过退出 虽然那时候患难见真情 看见了圈中那些从前所谓的好友的真面目 但肖战同时也发现了真有意的难能可贵 其中杨子与肖战合作了余生 他的声援让处在低谷的战哥感到无比的温暖 所以在经历过了低谷后 两人的关系才会越发的好 三年的时光不是渐行渐远 而是一直在默默守护 而近日战哥工作室发布的视频 自己明明更喜欢无线耳机 而却在视频里选择了有线 咱就是说是因为余生里面和肖肖带有线的原因吗 不得不说肖战和杨子还真有点玄学在身上 昨日姊妹的工作室发布晒出了姊妹30岁生日的VILG 三十而立的姊妹生日 写真是成熟中盖着俏皮 复古的妆容和大波浪也是梦回17岁的颂征 好像什么都变了却什么也没变 不少粉丝和路人都夸赞工作室 这一次的审美终于在线了 找到了最适合姊妹的风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30岁的姊妹和30岁的战哥 生日写真的元素都用到了胡同红墙以及自行车 两位余生夫妇还真是缘分妙不可言 虽然也是有不少人期待 余生夫妇成真的一天 但如今看来好像希望渺茫 毕竟两人如今都是以事业为主 30岁的人生才刚刚起步 战哥和姊妹都作为事业心极强的人 作为粉丝自然希望他们都好 所以无论是友情或是爱情 余生粉对他俩有着一种期待 但默默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对此你会一直支持余生夫妇吗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再见